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新一届市议会就职以及选举正副议长前夕抛出震撼弹 在国民党提名正副议长人选前夕宣布退出这次的正副议长选举 也不排除参加2024年的立委选举 高票连任第20届基隆市议会议员的现任国民党籍副议长林沛祥 在新一届市议会就职以及选举正副议长前夕 抛出震撼弹 在国民党提名正副议长人选前夕宣布 退出这次的正副议长选举 陈蒙我们所有市民好朋友跟长官 尤其是蔡旺廉蔡议长的协助 所以过去四年 佩祥努力的认真的做出一点成绩 但是 佩祥真正想做的 我自许是一个老师 我自许是一个扶持年轻人的领袖人物 在这方面有时候佩祥常常觉得会利有不歹 我想好好的帮我们的扶持我们的青年 我想好好的帮我们的基隆的交通 帮我们基隆的产业 让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基隆人 能够早点回家陪陪爸妈 甚至是说就留在基隆上班 这是佩祥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 这是我的终身置业 而这个跟坊间认为的副议长的任务 似乎有一行点的插入 所以说 佩祥这次把副议长的位置放下来 当然也是因为这次的 议会选举 那我们国民党没有过半 而为了大局考量 我相信基隆有更多不同的人才 让我们的议长提名人去参拙 有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让议长的提名人去竞争 让本党在这次 能够把我们的胜算最大化 所以在这边 佩祥一方面是为了说 想要把我自己的志业 也就是把基隆的年轻人带起来 把交通带好 把产业带好 另外一方面 也是希望说 寻求本党在这一次议会选举 议长选举上面 胜算最大的可能性 所以我在这边 佩祥宣布 不再连任第二十届的副议长 同时之间也会全力支持本党的提名候选人 议长副议长皆然 在退出正副议长选举之后 会不会参加2024年的立委选举呢 林佩祥表示不排除 未来会继续往立委方向来迈进这样 我现在还在谢票 那我深受我们安乐区好朋友的照顾 很荣幸的能够两次都获得大家的肯定 所以我现在还在谢票当中 但是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如果有机会 能够让我的服务范围扩大 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基隆所有人的就业 可以让我们基隆所有人的交通更便利 可以让我们基隆在国际之间 能够看得到 那佩祥会很乐意去做好这样的工作 早在前两天 记者就捕捉到林佩祥已经和幕僚 开始收拾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室的物品 几乎已经清空 准备让给新任副议长进驻 不参选新一届正副议长选举 早已经下定决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定古迹流民船隧道修复完工 目前继续发包设置光环境 基隆市文化局特别开放团体预约导览 民众只要上文化局官网下载申请表单 填妥后在预约参观日前两个礼拜 寄送或是传真到文化局文化设施科 就可以到现场体验这座百年隧道的时光魅力 1890年完工 全长约235公尺的流民船隧道 是台湾第一条现代化铁路隧道 因为隧道内土石崩落封闭将近13年 今年才完成主体整修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 因此宣布开放团体预约导览 目前为止 市定古迹流民船隧道 我们已经将隧道修复完成了 那目前因为还在进行光环境的一个设置计划 所以现阶段是采取预约导览的机制 那相关预约导览的申请表单 欢迎各个团体机关购 上基隆市文化局的官方网站 表单下载区域下载填写 至于核实能全面开放的游客自有参观 文化局方面预估最快明年下半年 目前为止我们光环境的一个设置计划 预计大概是在上半年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工程 那希望是下半年前可以完成整个计划 那但是关于整个隧道完成之后的管理维护呢 是需要再提管理维护修正计划给中央的文字局 进行相关的核定 所以还会需要一点时间 由于流民船隧道南口设有军方油库 在完成隧道主体整修后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也希望能进一步与军方协调 在假日限定时段开放隧道南口 促进地方观光 因为卡载就是他没有办法单去就离开 就一去然后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玩 就单去又要折返 未来在整个的隧道的活化 会受到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限制 那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军方后面呢 所谓的南口的军方的油库 能够提供特定时间 或者是特定的时段或日节日 可以供给我们来进行通行 那我相信一定是非常受到民众的喜爱 这一段文化资产 这次团体预约导览为10人以上30人以下 民众只要上文化局官网下载申请表单 添妥后在预约参观日前两周 寄送或传真到文化局文化设施科即可 导览时间为每周二到周五上午9点到12点 以及下午2点到5点 希望透过解说带领游客 体验百年前开着隧道 旷雨天开的艰辛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导 描写原住民家庭生活的电影 哈勇佳 勇夺今年金马奖最佳导演 以及最佳女配角 基隆市长林又昌特地包场力挺台湾电影 也向原住民同胞致议 受邀前来观赏电影的基隆市议员陈明健 也期盼透过电影 让大家更了解原住民文化 重视原住民相关议题 基隆市长林又昌与富人吴秋英及秘书长黄俊逸 官网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等人身心专注的观赏 荧幕上演的是荣获今年金马奖最佳导演及最佳女配角的哈勇佳 林又昌特别包场观赏希望力挺台湾电影 除了他在金马奖有得到六项的一个提名 可以给大家很多的一个启发 受邀前来的基隆市议员陈明健 也期盼透过电影让外界更为了解及关注原住民议题 这部电影里面也呈现在隔代的一些 活动的问题 还有选举方面的一些问题 甚至于对于家庭的一些问题 如何在我们原住民的社会生活里面 能够形成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能够探讨出来的话 这是我们将来所要深思的 刘昌分享今年曾带家福孩子看子棒 其中就有一群与电影主角一样 都是来自南山部落的小球员 显现基隆与南山部落间的情谊 也向原住民同胞致意 有一群的家福的孩子 其实他们正是这个南山部落的孩子 然后来到我们基隆市来就读 然后现在在练习棒球 所以我觉得虽然基隆跟南山部落距离有点远 不过有这一分情感的一个连结 所以今天我特别举办 今天包场的一个电影的活动 一来是支持国片 那二来是也给这些南山部落的孩子们 给他们加油打气 哈勇家描述 泰雅族部落三代同堂 在生活上发生的各种喜怒哀乐 共获得金马奖六项提名 导演陈杰瑶获得最佳导演 饰演哈勇家女主人 年逾七旬的素人演员林詹珍珠 则获得最佳女配角 记者张其腾金融报道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主办 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 承办的第31期妇女学院成果展 在基隆市妇幼福利服务中心举行 分为动态和静态成果展出 现场也特地表扬各班专业老师的教导 以及班长们的辛苦 让女性学员们可以经由学习 自我提升成长 在妇幼福利服务中心大礼堂 发挥平日练习活力律动舞蹈的成果 跳出健康和朝气 展现成熟女性的魅力 不让活力律动舞蹈班专美于前 国际标准舞班一对对的搭档 更是跳出首女的活力和闪耀 我们护理市民同发的想法 如果有什么比较新颖的创新的建议 也可以提供给我们 我们会跟委办单位 管理基金会这边共同来筹划 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新的展望 还有能够创造更多的 比较创新的一些班级 让大家来共同努力 让我们妇女的潜意得到相当 基隆要得到相当有水准的突出 然后能够创造更多的贫全的观点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主办 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承办的 第31期妇女学院成果展 在基隆市妇幼福利服务中心 七楼大礼堂举行 除了有动态的表演 在五楼和六楼也有包括服装打板 以及书压缠绕化等各班各项成果展出 人必须要不断的学习成长 在学习当中会看到自己的价值 然后永远都不会老 像我这样的年纪 只要我继续学习 在学习里面 就会有不断的创新 就会有不断的判见 然后认识了更深的了解自己是谁 所以学习是人一辈子的功课 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提供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包括市议员联恩典以及童子伟 都指派秘书参加 市议员张炳君更是亲自到场 参加表扬各班老师的专业指导 和班长们服务的辛苦 张炳君这一次也继续了顺利的联任 继续了当初我们基隆思议员 未来的四年可以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 继续来为你们争取 更多的权益跟想法 那再来就是说 你的真的也是今天有看到非常多的老师 然后还有看到很多的姐姐们 都有一些精彩的表演 那也是代表说你们 真意念来的努力跟付出 就今天的表演秀把自己所学的 全部展现出来 那平均其实也看到很多的 很棒的表演 未来的话其实如果有举办活动的话 也可以邀请我们各位老师们 才一起共享盛举 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基隆思练比更好 受到疫情影响妇女学院这个学期停课大约两个月的时间 不过学员们仍然把握学习机会 并且在成果展上展现出各项课程中自我学习的用心和努力 现场也举办摩采活动 将气氛推向最高潮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港危海营区军港西迁计划积极推进当中 未来的基隆港东岸港区将释出大面积的国有土地 东岸港区未来将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呢 基隆市政府都发出正在国门广场玻璃屋举办透明的港口净土展 让大家了解未来东岸再生的想象 黑夜中国门广场的玻璃屋闪耀光芒照亮基隆港边 里面的净土展也指引着未来基隆东岸港区再生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基隆港军港危海营区西迁计划积极推进当中 未来的基隆港东岸港区将释出大面积的国有土地 东岸港区未来将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呢 基隆市政府都发出正在国门广场玻璃屋内 举办透明的港口净土展 希望让大家了解未来东岸再生的想象 大家可以看到未来在我们东岸地区 也就是军港席迁之后 现在的未海营区的这一块基地 未来的一个想象 这是经过蛮长一段时间 我们有许多的学校 专业科系的学校的老师跟同学 一起利用基隆的这一块基地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跟设计 也给了非常多新的思辨 或者是不管是未来不一样的愿景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都很有创意 也都很有启发 所以这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 相信只要进来看到这些相关的模型 或者是读缩 大家为基隆的下一个十年 我相信就会有更清晰的一些想法 这是我在卸任之前 希望能够带给基隆市所有的市民 甚至是包括整个北台湾的北台区域 大家对城市跟港口的都市发展的想象 我们给一个新的一个目标 基隆市政府都发处主动邀请规划设计的相关大专院校 和建筑师提出愿景构想 从12月17号到25号举办为期一周的展出 欢迎市民朋友到玻璃屋参观 市政府都发处也表示 未来这间玻璃屋也将可以委外经营 作为咖啡厅或是书屋等用途 欣赏基隆港区国门广场全天候美丽的景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今年的耶诞节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了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诞哦 中家宽评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耶诞节快乐 终于可以接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家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家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只有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希望 没有WiFi 没有WiFi 我都怕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猜的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家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家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 带领市政府团队 努力打拼下 不但让中一路基隆港边 以及基隆火车站 脱胎换骨换南一新 更用心招商引资 由台湾的国际体感大厂 智威集团 在基隆火车站 设置全球首座的 元宇宙实境体验馆 正式启用 基隆市长林又昌 和智威集团董事长 欧阳志宏 以及市政府官销处长等人 一起乘坐戴额塔飞艇 直上3000公尺高空视角 俯瞰世界美景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 带领市政府团队 努力打拼下 不但让中一路 基隆港周边 以及基隆火车站 脱胎换骨换南一新 更用心招商引资 由台湾的国际体感大厂 智威集团 在基隆火车站设置 全球首座的 元宇宙实境体验馆 正式启用 今天很重要的是 非常感谢欧阳岛市长 这个木瓜獨具 然后选择在基隆的落脚 那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来 很重要的一个 招商的一个成就 那智威科技 进驻到我们的旧火车站 其实代表了 基隆从过去一个港口的城市 休闲观光娱乐的一个城市 到现在是跟科技 然后跟最新的虚拟的技术 来做一个整合 以及包括呈现 刚刚影片里面在讲的 元宇宙的一个概念 这个在全台湾是第一座 甚至是在国际上 把它整合在一起 也是第一座 感受几乎是百分之百升级 那甚至里面也建设一套 飞行模拟器 可以让你驾着F-16 飞到台湾的山峰 去保家卫典 那这一切一切 就是这个场馆 我们实现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它不仅是在一个 就是说实际的体验上面 它可以扩展你 更多虚拟的体验 这虚拟体验 可以是你可能是梦想 或者是可能这辈子 没法达到的一个体验 和一个梦想的它的实现 所以都去参与 再通过来 那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要用很多科技进去做 所以这个场馆 不是我们最大的场馆 可是几乎是我们曾之为 科技进去最高的场馆 我们大概把所有最厉害的科技 都用在这里面 为了就要实现这件事情 元宇宙实际体验馆中 除了有戴俄塔飞艇之外 还有F-16战斗机 实际模拟驾驶舱 让您体验当飞官 翱翔天空 保家卫国的感觉 以及变身为赛车手 体验尽速飙车的奔驰快感 智威集团也表示 预定明年体验馆也将设置 全台最大裸式3D弧形巨木 让可爱又慵懒来自多重宇宙的 褐色短毛猫穿越星球抵达基隆 相信将成为全台猫奴攻陷的最佳景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白四代关怀协会和政治大学 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在台北市浮华国际文教会馆举办 2022元宇宙媒体试读 迷音耿图比赛颁奖典礼 希望透过耿图设计的行动 引起社会共鸣 迷音耿图是近年在网络流行的创意 在原创图片上增加文字巧思 做成各式不同的内容 政治大学副校长詹志宇表示 希望台湾年轻一代可以运用生活素材 发挥创意与设计思考 面对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中家宽评北建总经理徐俏尼表示 中家宽评长期投入推动媒体试读的教育 也认为将媒体试读结合迷音耿图 是很棒的方式达到教育作用 一世代的人类 无论工作或生活 或者休闲 都是在网络世界 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 能够提升我们网络内容的美感 品质跟趣味性 那新世代的朋友 有很多的创意 而且很了解新世代的文化 所以我们也透过鼓励 年轻世代多做这种具有创意 挑战性跟趣味性的迷音耿图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能够相互分享跟使用 我们希望以正面 有力量有品质的内容 去取代一些比较不健康的内容 能够透过这个文化的基因传播 让我们的媒体世界更加的安全健康 大家看到圆宇宙这样的一个名词 大家知道圆宇宙是一个未来 网络网络新的一个世代 它结合了虚拟跟实际 那一听到耿图 大家又可以很直接的联想到 最近就在网络上非常夯的 它跟政治有一些相关联 尤其在选举期间 但是因为这样一个耿图的发送 其实对于媒体试读 就真假讯息的一个考验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大的 那么中加集团 中加宽评集团 最近在这几年 其实持续的长期投入媒体试读的 一个推广教育 那我们深入校园深入社区 到每一个角落去 我们办了超过200场的一个活动 当然希望就是推广 这样一个媒体试读的一个教育 那么有机会 透过这样子的名音耿图的一个比赛 然后结合了媒体试读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那持续未来中加宽评 也会持续来推动媒体试读 希望把全民的这样媒体试读的一个教育 能够往上来提升 本次的名音耿图比赛 社会组第一名的得主是丁雨婷 她分享了创作理念 用网络形象与现实形象的差距 反映网络不一定是真实的 其实没想到自己会得到金牌 就是也没看过大家的作品 所以也很开心这样 就是想表达是网络上跟现实 不一定是一样的 就是有可能差距很大这样子 就是像作品当中 我有画网络中是一个高富帅 就身边都是美女 就很多金 可是现实中它是一个比较邋遢的大树 就是把两张图 就是形成一个对比 就是想表达就是网络跟现实 不一定是一样的 在颁奖典礼结束后 台北医书大学动画系主任赵顺文 也分享了民音耿图的现况发展 他表示民音耿图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甚至能在之中感受到疗愈 幽默的体验 更能发挥全民的创意力量 那我们在评审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学生 跟一般社会人士的很多的对民音耿图的创意 那大家可能发想的素材或者是概念 都来自于可能目前的一些社会现象 或者是他们关心的一些可能亲子的主题 或者是同才的关系 或是学生之间比较会经常面临到的一些 可能未来职业的发展 都可以做成这种民音耿图 那所以我觉得民音耿图一定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而且它会充满很多幽默感 甚至有疗愈的力量 那我们现在可能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可能面对这个网络的时间 或在网络上的时间待得更久 我们举办这个比赛 然后我也身为评审 我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潮流 包括全世界他们也都非常在民音耿图上面的发展 我觉得也是影响到台湾可能 对可能不同的一些图片的一些转制 创意的发挥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好像在发挥全民的创意搞笑的力量 然后把欢乐带给大家 时代科技的进步几乎人人都离不开网络 而民音耿图更是在人们时常使用的社群软体上就能看见 赵顺文也表示 其他透过有趣的耿图设计图片或原创图片 结合文字巧思 以创意幽默的方式 提醒社会大众媒体视图的重要性 善用media 创意性打扬 记者林应同台北采访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历 终于可以寄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缴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只要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想到 没有WiFi 我都怕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儿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再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缴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 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 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 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她了 从那天开始 她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携带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刑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耶 今年的耶旦节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了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旦哦 中家宽评 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月蛋节快乐